西班牙以组联赛周日凌晨继续进行角逐,届时萨拉哥萨主赢侯尔斯卡。 萨拉哥萨近四轮打合三场,而侯尔斯卡处于做客连败之中,既然双方近期都没有太多争胜本钱,此番战和合情合理。 萨拉哥萨虽然目前还落后侯尔斯卡5分,但他们是两队近况相对好的一方。 毕竟萨拉哥萨已经连续四轮联赛不败,当中一胜三合,其中军场入球数位1.25个,远超赛季平均值0.74个,绝对可以说主队近期进攻端有进步。 基利安努 施蒙尼是萨拉哥萨的头号射手,但他已经连续三轮未能取得破门,他当然想在本场比赛之中找回射门靴。 除此之外,萨拉哥萨最近二轮主场一胜一合,球队金季头九轮主场仅有二场败仗,这些都足以说明萨拉哥萨主场战斗力并不弱,此番主场出击,萨拉哥萨将饱和争胜。 侯尔斯卡虽然上轮联赛重返胜轨,但在这之前他们刚刚才经历过四场葛向赛事二合二负的不胜战绩,目前球队难言状态稳定。 更为糟糕的是,侯尔斯卡经济并不擅长做客,球队27个联赛积分之中只有6分来自做客,头九轮做客仅仅赢一场,负率甚至达到5x5,目前更面临联赛做客三连败打击, 其中得失球比位1-5。好在最近两次与萨拉哥萨交手均以合局告终,侯尔斯卡此行未必打定输数。 阵容方面,中场组安卡路士被罚停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